那我们都知道啊 在混员模型发布之后呢 一直没有发布图生视频的模型啊 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讲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痛点 呃 那其实呢 有一些非官方的实现手段 那今天呢 我们就教给大家一个 混员图生视频的方法 那我们需要借助这样一个东西啊 叫做Confi 因为这是Motion Guider 呃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 其实是在浅空间里边 生成一部分 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序列图片啊 然后呢 再通过降噪的方式 把它转化成视频 那你要注意啊 这个东西呢 其实不能完全的进行一个 图生视频的操作 它是有一些变化的 我们从事例的例子上来看 你会发现 生成的这个人物 和我们传递的这个图片来讲呢 有一定的差距 尤其是在细节 呃 而且背景上啊 也有一些不同 所以说呢 严格意义上来讲呢 它不是一个 图生视频啊 但是呢 的确是一种方法 那怎么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视频的效果呢 那我们就注意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那同样 我们先来验货 大家看到 我现在呢 有一张图片 那我可以通过这个工作流啊 把它转成一个 呃 我希望的一个类似于图生视频的操作 因为你详细去看 这个图片和这个视频的人物呢 还是有差别的啊 它不是完全一样 大家呢 看的比较清楚啊 它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说呢 我刚才说 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图生视频 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方法呢 我相信很多人做出来呢 它基本上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还是需要给大家去说一下 就是你怎么去调这个参数 去使用这个工作流 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下边呢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的安装 这个的安装呢 非常的简单啊 你只需要将这个给它克隆下来 就可以了 不需要一些其他的这个依赖的库啊 那你只需要把它克隆下来 然后重启你的Conf UI就可以了 那重启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Workflow里边 找到它原始的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啊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找到我们Conf UI的安装目录啊 然后进到我们的Custom Node的里边 然后找到你安装的这个东西 然后Workflow里边 就有我们这个实力的工作流 那你可以把它拽过来 那我们看一下啊 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那左侧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一个图片啊 经过了一个Resize 然后再经过了这样一个节点啊 就是一个节点 叫做ImageMotionGator 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设定的 其实主要是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Freedom Number啊 就是说我们需要生成多少帧 另外呢 它有一个水平方向的移动 另外有一个缩放 这个怎么用 我们待会来说啊 右侧其实是一个标准的会员工作流 那你注意啊 在这儿有一些是不必要的 主要是这个地方 你注意啊 这个节点是孤立的 没用啊 因为你的Latant呢 其实是由这个来提供的 所以说这个是没用的啊 那你记得把它删掉 那下边呢 我们先调一下基本的这个猜数啊 首先呢 首先呢 是我们的会员模型 IP26的 然后呢 我们Lamma 和我们的ClipGuy 然后下边是我们的V1 另外的话呢 我将它的Resize也换一下啊 因为我这个Resize来讲的话呢 希望是一个保持长宽比的 对吧 所以说呢 它用的是这个节点 我换一个啊 那我用K-SN的这个节点 这个分辨率给的呢 一定要合适 那给多少呢 这个不能乱给啊 如果你给的不对的话 采样会出现错误 所以有的时候采样出现了什么形状不匹配 出现那样的问题啊 这个有的时候并不是节点 出错 可能是你这儿有问题啊 我教给大家一个比较保险的设置方式 那就是我们把这儿设成宽度啊 设成480 因为我这儿是想设成竖屏的嘛 宽度是480 高度我这儿不指定 所以说我这儿设成0 然后呢 这个方法 我们选成这个 另外把这个保持宽高比呢 给它打开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 好 下边呢 我们按照默认的设置来生成一个啊 为了大家看清楚啊 我现在呢 把这个参数呢 给它设成0 这儿也是0 这个你暂时先设25 你注意啊 先设置成25 然后再去改 为什么啊 如果你设置的比较高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可能直接就出错了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东西啊 在经过我们的VEDcode之后呢 是存在显存里边的 再加载这个模型可能就出问题 所以说这儿呢 我们并不建议大家设的太高 你可以等这个加载完之后 再把一个调高啊 这是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技巧 好 下边呢 我们来试一个啊 我们随便找一个图片 大家看一下啊 好 现在呢 我们拿到了一张图片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给它禁掉 模型清空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先来预览一下这个图片 看一下它大小啊 然后我们来跑一下这个工作流 现在呢 我们打开它 大家注意啊 它现在大小是480乘852 还是比较大的 下边就是提示词的写法 提示词 你在写的时候呢 有两种写法啊 比方说呢 我可以用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综合提示词系统 也就是我们改进的提示词系统 这个呢 主动点在描述什么呢 描述动作啊 那我现在呢 可以把它拷贝一下 那你在会员的文声视频的时候呢 经常会用这样的提示词 它的动作才比较多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边 给大家想起讲过 下边呢 我们把这个给它换掉 然后呢 我们先来跑一遍啊 大家看一下 大家注意啊 我这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了啊 就是直接这个崩掉了 原因是因为我这选的这个不对啊 我应该选啊 F18的这个模式啊 所以说呢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现在已经连上了 我们再跑一遍 那大家刚才看到了 就是这个 它频繁的崩掉啊 那刚才原因我也说了 那我说尽量的把这个调的小啊 刚才我们调成25的话 它还崩啊 所以说干脆啊 我们来一个不思不凶啊 我直接把它调成2 调成2之后 你注意啊 它开始加载这个模型 加载完了之后呢 我把它干掉 就是不让它继续往下走了啊 然后我再把这个调回去啊 比方我调成25 然后呢 我们可以啊 再重新采样 那这个时候 由于这个模型已经加载完了啊 那这个呢 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换成 Tile的V-Incode 但是你换不换的话呢 其实是这样 就是当如果它第一次V-Incode过不去 它会自动切换到Tile的Incode 下面开始采样啊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Flux采样 你要注意啊 它现在的降噪系数是0.85 这是很多在这个图屋声视频 或者视频到视频的时候的一个 常用的一个降噪的值啊 那我们开始采样完之后 它是一个什么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基础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呢 把它重新加载一下 然后我把这个给它什么呀 给它固定掉啊 就是Fixed 现在这个动作呢 其实是很小的 我们几乎看不出来 它有什么具体的变化啊 因为呢 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在里边的 那在这儿的话呢 其实有很多的处理手法啊 首先呢 你注意这个值呢 我建议大家设成49 因为49呢 对于动画效果来讲 是一个不错的值啊 那你注意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它这儿呢 会有这样提示啊 说Out of Memory 在用传统的 或者叫常规的V-E的时候呢 就内存一处 所以说它用了Tile的V-E 就是我们说的啊 就是你这儿可以换成Tile的啊 你换成Tile的 只不过就是说 就是你省了才千万的这个过程啊 这儿也说明我们刚才那个问题 你注意啊 刚才我们这儿顺成25 直接跑这个都跑不起来 那我是怎么跑起来的呢 我先把它顺成了2啊 然后呢 又去加载这个模型 加载完之后 你再去改这个 这样就可以了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啊 但是动效依然不够啊 那怎么去调呢 你注意 你可以调一下这个餐水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Zoom Zoom的效果 其实是镜头的推进 你注意啊 是放大啊 不能叫镜头推进 也不是画面放大啊 其实是人离你越来越近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你去看它官方的这个代码的话 它这有对应的值 这个值呢 是零到零点五啊 大概这么一个值啊 当然我们不建议大家直接射成零点五啊 不太好 它下面也有些建议值啊 其实它这些建议值呢 你可以去看啊 我觉得 就看看就完了啊 这个你还得自己去试 那在这儿的话呢 比方我把这个值给它射成零点五 大家感觉一下啊 真正用的时候别射零点五太大了啊 零点三就可以啊 那我们这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嘛 然后呢我们直接再踩一遍 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效果了啊 就是说它会放大 对吧 当然这个值的有点太大了啊 最好是零点三左右 是吧 另外呢就是可以调这个 这个的值呢是负的一百五到正的一百五 它分别指的是人物向左走 或者向右走啊 比方说呢 我现在把这个调成零 这个呢 我换成啊 负的一百啊 那这样的话呢 它会有左右的这个动作啊 就没有放大的这个了 当然你可以同时有啊 当然我为了演示呢 我可以这样去写 另外呢 你要注意 现在采样的速度太慢啊 那你如果想加快的话 其实可以有一些手段 比方说呢 你可以加上fast value fast value之后呢 这个采样的速度呢 就会变得更快一些啊 那下边呢 我们来试一下啊 那我直接加fast value 这是一个laura 之前呢 也给大家用过 就在加了这个之后 这个人物可能变得就不那么好看了 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值呢 你可以给到零点七五 然后采样呢 就可以给到十 那这样速度就会快很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注意啊 这个人物会变丑啊 那这样的话呢 采样速度就会很快了啊 就相对于那个二十部采样来讲 这个速度就快很多 但是基本的验证效果是可以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移动的一个方式啊 这个人物就没有原来好看了 对吧 然后呢 你可以让它向右啊 就正一摆 这个你自己去试啊 我就不试了 然后可以组合起来来用啊 比方说我这给到零点三 然后这给到负一百 那它这个动效就比较够了 大家看一下啊 那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比较难看了 就是当你这个动效加上去之后 这个人的确就比较难看了啊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换脸的节点啊 让它变得好看一点 下边呢 我们来试一下啊 那我们可以用Reactor进行一个换脸 我们把原始的脸给它拿出来 那这呢 我们可能会用到AutoCropFace 那主要我会试从原图上拿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脸会比较精确一些 所以说呢 我们用AutoCropFace 然后这直接连过来 这个值都给到2.0 那我们可以preview一下它 然后这张脸的话呢 我们可以啊 进行一个换脸操作 这个节点呢 稍微配置一下啊 首先这是打开的 你要注意 这个脸修复 你是不是要开 这个可以用Codeformer 也可以用下边这个啊 那么我们可以用下边这个 然后这个修复的强度呢 我们可以给到0.75就可以啊 下边给到0.5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再预览一下 的确是这个美观程度差很多啊 对吧 现在这个脸的话呢 是比较清楚的 对吧 这能看到预览的这个脸啊 再看一下啊 这样就好很多 典型的Reactor的这个脸部特征 下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 我选的这个图呢 还是有些问题的啊 那我们换一张图 大家看一下 比方呢 我们来换一下这张图啊 那它的提示词呢 我们可以给它写上 大家注意啊 我现在提示词也换了啊 是按照我们那个 会员的那个高级提示词 我们上一个视频 给大家训练的那个来做的啊 那下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片小很多啊 所以说采样的速度呢 可能更快一些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呢 就比较不错了 是吧 那换脸之后呢 可能更漂亮一点 对吧 另外的话呢 其实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 尽量的别用这个 之前我给大家说的 这种提示词啊 这个提示词叫动作提示词吗 其实呢 使原始的提示词 可能更好看一点啊 比方说呢 我们把它换成 叫画面提示词啊 就是我们最早用的这种 生成图片的提示词系统 那效果呢 也是不错的啊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测几个 我们换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动效 我就这样 我就不再动了啊 那我们换一下这张图片啊 提示词呢 我并不用我们说的这个 动画的提示词 就视频的提示词啊 那我用一下这种文生图的提示词啊 因为它的动作更多的是 靠谁来生腾的呢 是靠这个 这个来生成的啊 所以说呢 我这就重点描述这个人物 这样画面可能更好一些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强调起来 当然最好的效果 还是把这个发紫外头去掉啊 用给大家录视频嘛 让大家更快的看到效果 而且它这个效果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啊 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暂时先这样去做 再看一下 那这种提示词的话呢 就是画面更精致一些 但是它动作会更少一点啊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种 叫文生图的提示词嘛 所以说你要追清画面质感的话 可以用这种啊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换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 我们把这个提示词给它沾上 再我们再生成一遍啊 现在就是我们换了 这个动作提示词 所以说真正的要生成一个好的视频呢 是有很多的讲究的啊 那大家会发现 有很多的细节的点 那你需要去注意 一旦用这种动作提示词 它就对画面的描述相对的少一些 就是你看这个 现在不好看嘛 这是外国人是吧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旗袍的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照片给它传上去 然后呢 我们重新生成一下这个提示词 对吧 现在我后边测试 都是用这个文生图的提示词啊 不是文生视频的提示词 再看一下这个感觉啊 这个基本的动作还是有的啊 人物的一些感觉还是有的啊 有人说的不好看啊 我们说了你这个 你如果是个不好看 把这个发色 这个给的去掉啊 可能会好一点 那你说我是不是可以用那个 Broom啊 就是那个 汉服的那个Laura 这个也可以啊 你说我加上汉服的这个Laura 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个也可以到0.75吧 那可能会好一些啊 它虽然不属于国风啊 但是是这个感觉嘛 是吧 但是你注意啊 这个Laura加入 可能会让整个的画面质量下降啊 只是说人或者是动作 看起来更加的和谐 那换脸之后效果会好一些啊 再看一下这个人物呢 它整个的感觉就会好一些 但是有些细节会丢失掉 你发现旗袍的这个部分啊 那不是呢 我们再来测几个吧 看这个 先把提示词复制一下 沾上提示词 我们来看效果 这个我们就用上这个双滑的这个Laura 就可以了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感觉 是不是挺好的 对吧 呃 那动作呢 也是足够的 人物呢 也足够惊喜 当然还是说 它长得可能不是那么好看啊 呃 想让它好看的话 你就像我说的啊 你把那个fast value 什么都去了 这是换脸之后的这个效果 相对来说好一些啊 那么 呃 我们就先测这么多啊 大家可以发现通过这么多实例呢 呃 整个的这个 技术呢 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那我这儿给大家说着啊 我们最后把它 这个该进的进掉 我们跑一个20步采样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主题啊 就是说 它叫做Motion Guider 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 呃 它其实是在浅空间里边生成了一系列的一个图像 而一个图像在降噪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生成一系列的动画啊 原理当然还就是这个图生视频 但是它用了0.85的采样 会导致啊 这个人物和原图不是特别像 所以说真正的看到的和CocoValue X 或者LTX的那种图生视频呢 还是有差距的 那很多的人在用这个的时候感觉效果不好 那我刚才给大家演示了 就是说这个关键的点在哪儿 那第一个就是动效不够 是你那个参数调的不够大啊 大家注意我们那个左右上下 左右的那个调整的范围是负的150到150 那我建议大家的值呢是100左右 然后呢 缩放的那个是0到0.5啊 我建议大家值是0.3 那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提示词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用那种视频的提示词 其实我们一直在来强调啊 就生成视频和生成图片的提示词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会发现啊 就是在这个实力里边 如果你要是用的那个生成视频的提示词 就是不管是我们专门为混元写的也好 为LTX写的也好 包括我们给大家写的那个综合的提示词 其实呢 它对画面的描述是不够的 所以说呢 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个叫文生图的提示词 反而在这个工作流里边 它表现是最棒的 现在呢这个采样也完成了 那我们看一下 20部采样的效果 会不会比我们预想的更好一些 这个我也没有提前测过啊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 看运气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好看 真的非常的漂亮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图声视频 非常棒的一个技术 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好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